想必各位应该都看过漫威系列电影 里面美国队长这个角色更是深入人心 他通过注射超级士兵血清 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力量和恢复力 虽然说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种药物 但是却有着与之类似的生物科技 那就是人造肌肉 比之人类肌肉要强100倍 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这项技术 现今随着各国科技的高速发展 以及新军事变革的持续推进 单兵作战正在变得愈发困难 主要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四点 其一随着各国对单兵作战能力要求的提高 严重增加了单兵的负担 其二机动性较弱 而且战场生存能力要求变高 其三由于多环境作战的需求 极大的提升了对单兵体能和适应能力的要求 最后则是对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考验 而机械外骨骼的出现则是能完美解决这些问题 该装备作为一种单兵辅助装置 可以有效地传导并放大作战人员的肢体动感 不仅能够增强单兵的负重能力 还能保持单兵行动的灵活性 就算是背负大型机具 单兵数字化系统 以及超量武器弹药的士兵 也能拥有和普通士兵相同或者更高的机动能力 从而使得单兵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但是想要完美达成以上效果 还有几个问题要解决 现今的机械外骨骼的驱动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也就是电机驱动 液压驱动 以及气压驱动 但是如果结合机械外骨骼的实际使用要求的话 三种驱动都存在着相应的缺陷 也就导致着机械外骨骼的应用面临困境 首先是电机驱动的动态平衡特性差 而且惯性大 质量大 幻象慢 而液压驱动则是由液压液体很容易泄露 并且能源使用效率低 工作噪声较大 传动速度低 至于气压驱动 其气动装置的传动速度非常不稳定 而且信号传递的速度较慢 控制性较差 不能应用于大功率系统 以上缺点极大的制约了外骨骼 在单兵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并且增加了士兵的体能消耗 所以必须研究出在减小人体自身消耗 以及外部能源消耗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升机械外骨骼性能的方法 另外 现今外骨骼的控制方式 还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 那就是存在着滞后性 简单来说 就算外骨骼的控制方式 大多数都是使用者做出的动作改变控制条件 最终达到外骨骼执行机构跟随人体动作 这便导致了外骨骼总是慢于使用者的动作 使用者拖着外骨骼的动作 进一步增加了人体自身的消耗 所以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各国科研人员便把目光放在了人造肌肉领域 在这方面呢 尼龙材料的人造肌肉更具有优势 相较于现有的外骨骼驱动器 尼龙材料制定的人造肌肉有以下优点 首先呢是稳定的驱动表现 使得人造肌肉在外骨骼驱动的应用更容易实现 由于尼龙材料在厚度一定且适宜的环境中 热驱动能够使其产生稳定的可控振服 而且可以保证电压和两侧热功率输入的恒定 这也使得它在众多外骨骼驱动材料中脱颖而出 其次则是可靠的捕捉状态 让人造肌肉在外骨骼驱动的应用方面更为可靠 首先是与肌肉组织类似的捕捉状态 让外骨骼更加贴合人体 因此更好的协同运动 而且良好的可逆性 能够在不使用任何位置传感器的情况下 控制尼龙材料的尖端位置 不需要消耗太多的设计保证驱动器 以及不会由于本身机械的反应 伤害使用者或者妨碍使用者的行动 相较于碳纳米管、活性管和压电双晶片等材料 尼龙人造肌肉只需极小的成本 就可以实现这种捕捉状态 再者就是优秀的力量、位移输出比 在现实应用中需要极为广泛 因此人造肌肉通过扭曲缠绕的尼龙细丝 能够将拉伸硬力提升至49% 并且能够实现125%的位移长度比 最后则是极长的使用寿命 让这类人造肌肉更经济、更便于商业化生产 在10万个周期内振幅降低还不到5% 比之其他仿生材料强太多了 所以尼龙人造肌肉可以重复同一个动作 更适合于单兵外骨骼 现今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 已经投资了上千万美元 让雷神公司的团队研究外骨骼和人造肌肉结合 人造肌肉又名电活性聚合物 属于一种新型智能高分子材料 它能够在外加电厂下通过材料内部结构的改变 在而伸缩、弯曲、竖紧或者膨胀 和生物肌肉十分相似 虽然这项技术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 但真正取得进展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原因是因为近几年来 特殊聚合体材料和智能材料的诞生 为人造肌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那些新材料往往具有一些不同反响的本领 相较于传统的刚性执行器相比 人造肌肉有着高灵活性和多功能性的优势 这也使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新兴技术 在本世纪初 当时的科学家们发现 一个蝉除的下巴肌肉 能够产生大于它自身体重700倍的力量 而变色龙捕食的时候 舌头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力量 也是十分惊人的 而当时人类所制造的最好机械设备 也只能产生蝉除下巴肌肉 约三分之一的力量 对于这种神奇的现象 科学家们通过对蝉除和变色龙的解剖 寻找出了相关的信息 他们认为蝉除下巴的特殊构造 是造成其肌肉产生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 这种构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储存力量 适应肌肉所产生的张力 在蝉除大脑的操控下 实现肌肉的迅速收缩 从这方面获得灵感之后 不久便设计出了一种机器基建 这种装置可以模仿蝉除的下巴肌肉 迅速收缩 从而产生强大的能量 这种机器基建就是生物马达 也就是大兵所说的人造肌肉 随着对人造肌肉研究的进行 近几十年来 人造肌肉所用的材料种类也越来越多 有塑料 类似橡胶的聚合物 凝胶以及金属 根据其驱动机制 可以将人造肌肉分为五大类 即电厂驱动 气动驱动 热驱动 溶剂吸收驱动 以及电化学驱动 全世界所有参与人造肌肉开发的研究所 主要是以美国两家和瑞士一家为主 早在2008年3月25号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 制造出了一种人造肌肉 不仅能够自我愈合 还能够储存电能 给类似于iPod之类的移动设备充电 根据负责该项目的研究人员介绍说 我们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人造肌肉 如果你给它充电 它能够膨胀两倍以上 通过材料内部结构的改变 而伸缩 弯曲 竖紧 或者膨胀 而且它的运动和能量供应情况 和真正的肌肉非常相似 此外呢 2012年 一种拥有广泛用途的革命性超强壮人造肌肉问世 主要是由石蜡填充的碳纳米管纤维制造而成 可以驱动超过自身体重10万倍的重物 并提供超过天然骨骼机85倍以上的机械功率 除此之外呢 在2018年5月 美国伊里诺伊大学的研究团队 还开发出了一种由碳纤维和橡胶制成的人造肌肉 它能够提起超过自身重量1.2万倍的物体 承重能力是天然肌肉的18倍 据悉 该人造肌肉是根据生物肌肉的运动原理进行设计的 考虑到了材质和成本等问题 研究人员选择了碳纤维 这种质量轻 自身强韧的材料 而且它成本很低 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 另外还在18年有消息传出 日本东京大学等团队开发出了全球首个生物肌肉机器人 附着在树脂骨骼外的并不是传统的凝胶或者气囊 而是利用小鼠骨骼肌细胞在培养皿中培养出来的真肌肉组织 该肌肉在电流的刺激下 其单侧肌肉能够进行收缩运动 进而带动关节进行弯曲 可以勾起一些较轻的物品 不过由于该肌肉涉及到生物组织培养 所以它的造价非常昂贵 并且存在发生肌肉僵质等问题 因此现今还属于实验性质 首先就是自由工作更持久 目前的机器人或者机械手臂 由于受到能量的限制 一般只能在电源附近活动 所以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 一直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能像人类一样自由活动 并且自身可以供应能量的新型装置 于是便有了这种超级人造肌肉的模型 根据相关研究人员的介绍 这种人造肌肉的最大好处 就是能量由燃料供应 能够弥补电池功能的不足 可以工作更长时间 不会因为电池短命而动不了 也不必要 时刻绑个电源在身边 另外按照研究人员的设想 人造肌肉在开发成功后 能够完成人类和机器人 独立无法做到的事情 它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 到处行动 能像自然手臂一样 灵活 还能绑在机械外骨骼上 使消防员 士兵和宇航员等 特殊行业的人 拥有了超人般的力量 有了它也许消防员 只手就能撑起倒塌的建筑材料 战场上的士兵 也能变成不知疲倦的超人 其次就是远超常人的肌肉强度 为了实现这项功能 美韩两国联手开发了 两种人造肌肉 以适应不同需要 其中一种是把化学能转为电能 用含有催化剂的碳纳米管 弯曲搭建出肌肉块 超级电容器电极和燃料细胞电极 它们可以在充满氢的环境中 源源不断地产生电源 另一种则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热能 利用氢和乙醇的反应提供能量 配合特制的记忆金属丝 比如说当时温度降低时 金属丝收缩 催化剂减少作用 人造肌肉就会放松 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人造肌肉力量巨大 举例是正常骨骼肌肉的十倍以上 最后则是有循环系统和神经 虽然目前看来现有的人造肌肉 没有一点肌肉的样子 只是一堆电线 悬臂和玻璃瓶 唯一可以区别于机械臂的特点就是 人造肌肉能够像生物一样呼吸 吸入氧气 释放乙醇和氢 提供能量 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曾有一名加拿大科研人员指出 事实上人造肌肉已经成功复制出了很多生物特点 比如说它有循环系统 氧和燃料可以通过循环系统输送 为肌肉本身提供化学反应的场所 然后做出机械动作 它还有神经 都是由特殊电路组成 可以做出反应并且控制自己的行为 而且它还能储存能量 并且像人类的肌肉一样 直接对接触做出判断反应 在军事领域方面 美国陆军希望通过未来士兵装备计划 减轻士兵的战斗负荷 麻省理工学院现今正在开发 用于未来士兵装备的人造肌肉 该肌肉一旦装入手套 制服和军靴里 士兵就能拥有超人般的力量 举重物 跳过高墙 轻轻松松 另外利用人造肌肉能够发电的原理 士兵将不需要自己背发电机了 斯坦福研究人员正在开发 一种脚后跟发电机 也就是将人造肌肉安装在军靴的鞋跟上 通过步行 跑步等运动就能使其发电 该研究院宣称 利用这一设备 一名普通士兵每迈出一步 就能产生一瓦特的功率 把这种电能储存起来 随时可以给便携式电话等电气充电 非常适合在野外行动的士兵 还有就是军用车辆方面 凡是使用到小型电动引擎的人造肌肉 都有用武之地 如果将这些装置都改用人造肌肉做驱动力 不仅能够增强耐磨性 还能极大的提高发动机的功率 此外人造肌肉除了可以模拟人类肌肉外 还拥有非常好的抗辐射特点 所以这种材料一旦被应用到机器人身上 便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这种人造肌肉能够承受的辐射极限 和火星上的辐射相当 是人类所能承受辐射的20倍 而且人造肌肉在零下271和零上135摄氏度的条件下 也能很好的工作 而在科学研究方面 作为生物型机器人尝试 日本大阪的伊美克斯公司 曾利用人造肌肉制造出了一种科医 乱真的机器鱼 长度在6.7厘米 在水中游动的姿态和针鱼没什么差别 更难得的是 它的耐力可以保持半年的时间 其内部机不仅没有装马达 机轴 齿轮等机械装置 也没有电池 完全是靠伸缩自如的高分子材料自行驱动 总结来说 人造肌肉技术 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军用领域 都能发挥出无可估量的作用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说不定能看到 集团军模式的美国队长 那么好的 来自知识的分离 在台湾里边 除了 可能是在层里边 地车